日本一直在为新一代重粒子线癌症治疗装置量子手术刀开发核心技术 这次将目前采用碳粒子素的重粒子线治疗进一步升级 前求首次开发出了可利用奶、氧和氦等多种离子进行多离子治疗的多离子源 常规的重粒子线治疗装置仅使用碳粒子 而量子手术刀为在进一步提高细胞杀伤效果的同时降低副作用 引进了根据肿瘤的恶性程度组合使用最佳离子数的多离子治疗的方法 日本开发了量子手术刀入射器部分的多离子源 并将其设置在重粒子线治疗装置中 该离子源可以输出从氦到奶的多种多价离子 同时还能在一分钟内高速切换离子 另外为了能设置在医院里实现普及 通过采用永磁铁和半导体微波放大器 将尺寸缩小至常规型的五分之一 且无需维护 为使量子手术刀尽快投入使用 日本已经预定从2023年开始建设专用厂房 多离子源是量子手术刀中最先完成的装置 以多离子源的成功开发为契机 加速普及使用量子手术刀的重粒子线癌症治疗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癌症患者 体验到这一副作用低 效果好的尖端医疗方法 保证患者能够得到高效治疗的同时 不影响原有的生活质量 关注注视会社东阳视频号 了解最新日本医疗资讯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一个赞再走吧 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感谢观看